各位我记得太祖曾经说过 乱了敌人锻炼了我们自己 华为凭借一己之力 让美国整个的是乱了阵脚了 到现在研究了将近两月了 还没搞明白 华为的麒麟9000S芯片 到底是谁生产的 你说要是用多次曝光的技术 它怎么能生产那么多呢 它这个良率是怎么解决的呢 中国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全套的 集子外的这种光刻机了呢 他们都懵蛋了 最近有这个消息泄露说 华为麒麟9000S芯片的备货量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四五千万片 美国就更懵懂了 数码博主艾特定交数码最近爆料称 华为的其建基础理器 麒麟9000S的备货量 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四千万至四千五百万片 这一消息引发了业界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不少人认为 这足以满足华为Mate60系列 在未来好几个月的生产供应 表明华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以满足市场需求 对于华为Mate60系列来说 麒麟9000S无疑是其最重要的核心组件之一 这款处理器能够为用户提供强大的计算和图形处理能力 使得华为Mate60系列在运行各类应用和游戏时更为流畅 此外 麒麟9000S还拥有出色的能效比 能够让华为Mate60系列在保证性能的同时 也拥有更长的续航能力 而这次麒麟9000S的大规模备货 不仅能够满足华为Mate60系列的生产需求 也为华为在其他领域拓展提供了充足的支持 据悉 除了华为Mate60系列 华为的NOA12系列也有部分机型将搭载这款处理器 同时 华为P70系列也将采用麒麟9000S处理器作为其核心组件 这无疑证明了麒麟9000S的出色性能和广泛的应用场景 从目前的市场趋势来看 高端处理器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 各品牌都在不断推出新的旗舰机型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而一款优秀的处理器则是这些旗舰机型的必备要素之一 麒麟9000S的大规模备货 不仅满足了华为自身的市场需求 也让华为在竞争激烈的高端手机市场中具备了更强的竞争力 总的来说 麒麟9000S的大规模备货 对于华为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这不仅表明 华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满足市场需求 也证明了华为在高端手机市场的竞争力不容小觑 未来 随着麒麟9000S的持续优化和升级 我们有理由相信 华为将在高端手机市场取得更大的突破 美国显然是被搞懵了 搞懵了以后呢 就会自乱阵脚 那美国政府呢 最近出台了两个措施 一个是继续对华为卡脖子 一个是完全放开中国的光刻机 那么那位问 这不是完全这个相反的两个措施 他蒙灯了吗 蒙灯以后啊 就是就没办法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吧 怎么制裁啊 像这个ask way啊 说这个问题 美国的骚操作来了啊 这次和以往不同啊 这次呢 我们就看个乐子就完了 这个就在前两天啊 美国的一帮国会议员 开始向美国的商务部施加压力 对 就是那个 那个雷蒙多部长 免费替这个华为手机代言的那个部啊 希望限制中美企业之间的在ask way 这个芯片架构上的合作啊 这个消息让一些业内人士啊 就看乐了 你知道吧 这帮国会议员 白宫的这帮这个老老灯们是吧 真是光屁股推磨 转着圈的丢人 是不是啊 你为什么呢 说你如果是限制ask way的话 那你还不如说 你信我是秦始皇 直接打钱就完了 对吧 这玩意儿 这个想法太奇葩了 对吧 这个事情啊 你先得了解一下 这个所谓的ask way 是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2019年的时候啊 这个ask way这个词啊 是刷过屏的啊 电脑上呢 有X86结构啊 移动设备上呢 有arm结构 可以开称为世界两大指令级架构 对吧 前者呢 出自英特 而且授权给了AMD 是个人电脑笔记本运行的基础的协议 后者呢 就是arm架构呢 被苹果高通联方科 华为海思广泛采用 世界上99%以上的智能手机 都是使用的 基于啊 这个arm架构的指令级的移动处理器 如果硬要凑出三大架构呢 这个ask way啊 勉强能算一个吧 但是呢 他是一个由伯克利的教授 在2010年搞出来的新架构 在目前呢 这个第三呢 他这个水分有点大 手机等移动设备呢 目前还是arm天下 没有他什么事 电脑上用arm windows用X86 也没有ask way什么事 目前呢 他下一步呢 就是啃向了一些服务器的市场 那根据统计呢 在服务器市场X86 吃掉了92.6%的这个市场份额 arm呢 吃掉了7.1% 而这个ask way市场占有率呢 不到0.3% 对吧 但是呢 他又是一个开源的东西 他跟Google的安卓系统一样 是免费开放给所有人修改和使用了 你想怎么样又怎么样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完全不用交一分钱 以前的时候呢 大伙说这Google禁止中国手机使用这个 这个安卓系统 比如禁止华为使用安卓系统 也也不说不完全对 他只是不再替这个华为的手机的安卓系统升级了 不是不能用 但是人家华为自己有骨气 这就是不用了 我他家写出鸿蒙来了 比他还强 是吧 是吧 这个呢 这个本来呀 这个玩意儿是开源的呀 你这基本上你没法制裁 他只能是通过这种市场公益的方式 成立一个基金 让大家来支持自己的这个开源 对吧 他本来就是开源的 你怎么制裁呀 你让他再避回去啊 对吧 避不回去啊 没有这个先例 他不像X86本身就是英特尔研制的 对吧 而ARM呢 是一家商业公司 现在呢 也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他也能够收一些这个购价费 对吧 每年也能收十几亿美元呢 可是问题是你这个玩意儿 你让一开源的玩意儿 你让他避回去啊 他避不回去 关键是他避不上了 知道吧 所以你说这玩意儿 你怎么制裁他吧 美国说你不听我话 我制裁你 你你怎么制裁一开源的玩意儿呢 你你除非是你把他驱逐出美国 你把他驱逐出美国 那阿斯克威一生气 那行了 我听见到中国去行吗 是吧 所以这美国的这帮这个老登议员们 这是疯了吧 你这么 你左想右想试试 上看下看 他他娘的没法制裁呀 这不现实啊 是吧 问题是 美国现在已经处在懵登状态了 唯一这个所谓的制裁措施 能够起到的作用 就是把中国网友的肚子给笑疼了 这叫病急乱投医 实在是想不出办法来限制华为了 那你怎么弄啊 除了这个笑话之外呢 这个美国政府啊 有些人又想出一新招来 不过这个招啊 华为可得小心点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给大家分析 说这个美国对华为的这些措施的时候 我说美国还有一办法 就是突然完全放开 对中国所谓的芯片业的卡脖子 是吧 就是光刻机 你想买就买 你别自己研究了 对吧 这个芯片生产线 你不是用美国的软件 用美国的技术吗 你想用就用 你也别自己研究了 我清销行不行啊 是吧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你看看啊 今天来最新的消息了 不是 这个最新的消息来了 各位啊 说突然美国放开了 在中国的韩国芯片企业的限制 他们实现了光刻机的自由 不再限制了 任何什么这个三纳米两纳米 你只要是光刻机随便向中国运 不过这个前提是要运到韩国在中国的芯片工厂里边 韩国的三星电子和SKE海力士被允许无限期的向其中国工厂供应美国的芯片设备 而无需获得美国的批准了 这意味着韩国半导体企业面临的最大的经贸问题告一段落 韩国半导体企业在华的经营和投资的不确定性大大的缓解 央视新闻的消息 当地10月9号韩国总统办公室通报 美国同意三星电子和SKE海力士将其位于中国的工厂提供设备 无需其他的许可 韩联社的报道 美国政府近期通过出口管制部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经济安全对话渠道向韩防通报 决定向三星电子和SKE海力士在华的半导体工厂 指定为经验证的最终用户 若被纳入该清单 无需获得额外的许可 相当于美国对其出口管制无限期的暂停 韩国总统办公室的经济秘书催项目表示 根据他所知 美国政府已向有关企业通报上述决定 该决定易经通报及生效 这意味着韩国半导体企业面临的最大经贸问题 没有了 三星海力士大家都知道 全球最大和第二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 在中国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建造芯片的生产设施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三星电子约40%的闪存芯片在西安工厂生产 SKE海力士约40%的芯片在无锡生产 20%的闪存芯片在大连生产 两家公司并允许无限期的向中国工厂 供应美国的芯片设施 对吧 这个所以呢 这个事是什么意思 各位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那就是掐华为的脖子没用了 我灌死他 哎对了 怎么掐脖子掐不住 我灌死你 我就是三星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厂 随便你扩大生产线 你把光刻机全的一股脑的弄过去 一个是救了韩国的阿斯麦 对吧 也救了这个韩国在中国的投资 要不然的话 快被中芯国际的那个 还有一个中国还有一个生产 那个内存芯片的那企业叫啥来着 我这一时说不上来了 快被中国的芯片给弄死了 中国自己生产的芯片两T的闪存 是吧 就干到了一二百块钱 是吧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那怎么办呀 我灌水 灌水行了吧 就是让韩国的企业在中国低价清销 要把中国刚刚自己培养起来的这个光刻机和生产线 一股脑给你淹死 就这意思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事情 三星和这个海力士 那当然了 他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挽救自己在中国的投资 他愿意干呢 一股脑的什么三纳米两纳米的光刻机 跟那个流水似的就往中国引 是吧 他也不怕 这 因为这核子起 基本上都是 是吧 光刻机最后我们都一股脑给了中国了 中国也不稀罕了 有了自己的光刻机了 是吧 那下一步看看 这个事怎么破局呢 您认为呢 各位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